咱们国内本科申请美颜的同学 往往先完成所有的标划考试 然后再开始申请 但是这样可能就会耽误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今天针对咱们国本申请美颜这些同学 来讲一下申请美颜 如何能跨过成绩托福GRE这三座大山 因为我自己就是在中国读的本科 在美国读的硕士 所以也经过过这些步骤 虽然年头很长了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我当时如果要有这些过来人的经验 可能会更有效 这里边你有三个东西是必须需要的 一个就是你本校的成绩单 再有必须的就是托福 GRE以前也是必须的 但是现在很多学校是可选了 你这个成绩其实包括这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你的成绩单 成绩单当然你要是来申请美国的学校 你要去出英文的 但是中国的各个学校 因为国际化程度不一样 有的学校可以给你出一份英文的成绩单 甚至可以出一个海外版本的成绩单 因为他可能有的课程可以不记住总的GPA 因为确实的中国一些课程的美国人没有什么用 但是也有的学校成绩单会有意的给你压低 我看到了其实很多中国的特别好的学校的一些学生 学校会出这个问题 不太愿意让你走 但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我希望你尽量让学校出一个官方的班级的排名的说明 或者你自己来说明一下 你在这个班里大概排名是多少 比如说你在哪个学校你是你们年级的多少名 或者拿到过什么奖学金 这样的话他会知道你的相对的水平 很多的美国的学校 尤其硕士要求学生提供一个第三方的成绩认证 这个认证其实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就是看你成绩单是不是真的 第二个更重要作用就是第三方他会来评估 这些课程对应的美国的课程 他怎么来对应 或者他的GPA是怎么来算 因为美国最后还是希望知道你是4.0啊 我是3.2啊 对吧 那这样他才能够比较这些学生 在第三方认证呢 你一定要留出大概两周到六周不等的时间 不要说到了这个申请的截止日的前一天 我才去想起来官方认证 这样就会晚了 我其实一直都建议咱们同学做一个官方认证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 美国学校的眼里是怎么来看我的成绩的 再有一点呢 现在也是针对很多转行转专业的同学呢 比较重要 就是可能一些学生需要一些课外课程的补充 比如说呢 我是学应用数学的 美国想学商业分析的专业 那可能我当时没有学商科 要补一些专业课 也要去上一些美国大学能够认可的课程 所以要有这样的补充 第二个关于托福 这个托福的水平啊 是美国的本科硕士 甚至是高中都是必须的 如果托福水平 这个英文水平不高 你可能上课都听不懂 当然你自己也学不会 而且你也影响别的人 所以学校都是有一个托福最低的线的 这个线呢 基本上是四线 比如说像CMU 就是105 你过不了这个105 他就不会考虑你 就是因为他觉得 你要低于这个成绩呢 你根本就上课听不懂你 那么托福 现在呢 有几个并行的选项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 雅思 多灵果 多灵果的总部 在我们后人总部的旁边隔一条街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也要知道 这个学校呢 接收哪些成绩 而且有的同学呢 讨多灵果容易分高 有的反制 所以你还是留足够的时间来考试 再有GRE GRE呢 它叫美国研究生的入学的考试 它不仅考你英文 还考你的逻辑思维的能力 但是在疫情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学校都对GRE呢 采取不做必须要求 但是一些好项目 还是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我建议呢 咱们中国学生还是考一下 因为你本来就是中国的本科 你对你的学习能力就不是太了解 所以你有一个GRE的成绩呢 能够来佐证你的学习的能力 所以呢 这三个方面呢 早规划 然后同时来准备 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有一个很好的申请的节奏 我不建议先整个考完了标准考试 然后再去来开始成绩单认证啊 这样可能就会晚了 那下面我讲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更清楚 这个同学是国内的985学校的统级专业 所以学生的高考成绩应该是很好的 他目标方向是排名为优先 清讲于山科统计综合方向 这个同学本科是统计的 国内的这个GPA平均份并不高 因为这个院校有一定的压分情况 这位同学他没有海外的什么交换 海外教育的经历 对他语言能力并不是那么强 所以他在标准化考试上面 投入很多经历 但是收效不高 GRE当时也还没有开始准备 所以他找到我们后人团队以后呢 我们根据学生的情况 在院校专业方向上面 给他选择了商业分析 还有分析学这个方向 根据他本科的课程背景呢 在申请商业分析方面 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商业分析的这个项目 他截止分好几个轮次 很多学校都是这样 这样能够给学生更多的时间 来准备来提高他的标划成绩 学生配考标划的同时呢 也让学生上了一些 美国院校的课程经历 这样呢就进一步提升了 和美国教育体系的关联度 也增加了学生修先修课的履历 这件过程中呢我们根据学生 这考试情况托福考几次都分不高 所以跟学校沟通 争取到可以用多灵国来代替 多灵国他考的还是不错的 就跨过这个语言分数这个难关 最后呢他收获了 美国前30大学的 商业分析的项目的硕士 结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是要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规划 要知道自己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要不然呢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同学呢非常痛心 这一年就稀里糊涂就错过了 然后又等一年 那又可能一些乱七八糟 什么别的事啊 然后就把留学这个事情耽误了 耽误了自己前程就不好 如果你是中国的本科 申请美国硕士 如果需要有咨询 知道可以找我们后人 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呢 能够给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 可能也能帮助到你的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 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